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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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莫洛西 我是赞羊兵 今天是我们 档车骑乘教室的 算是第一集的单元 在上一集的内容中 我们整理出 档车新手可能会遇到的 八大问题 其中第四名还有第五名 分别是 如何在平地 或是在等红灯的时候 来操作离合器 还有油门做起步 而第五名呢 则是如何在上坡的状况 当你车辆是停在斜坡上 在上坡上要怎么起步呢 因此我们的第一堂课 特别来到 板桥的大中华驾驱班 来到安全的场地 以教练车示范给大家看 究竟起步的时候 油门 离合器 该怎么样来掌控 控制离合器通常就是 挡车新手要面临的第一个大课题 你可以掌握离合器 那挡车骑起来 其实跟一般的速克达 也不会差太多 第二个部分则是油门 挡车的油门 一般来说 跟速克达来比较起来 吹起来的感觉 灵敏非常多 因为挡车的引擎转速 可以在空挡或是 抓离合器的状况下 用油门直接来控制引擎的转速 所以转速的攀升呢 是非常的灵敏 速克达因为它带有传动 所以当油门转下去的时候呢 会透过传动才传递到后轮 所以在排气量比较小的速克达上呢 就算你全油门 车辆也不至于产生 涼口烈爆充的状况 因此在学习离合器 还有油门的控制之前呢 先要来检查离合器的机构 离合器通常会附上一个 这个间隙的调整 这是调整离合器 跟你握把的间隙 配合你手的大脚 把它调整到适当的位置 以我自己的习惯 当你虎口是压到手把上呢 你的手指 还是要能可以轻松的拉动 离合器拉杆 所以手小的人 可以把离合器往后推 而手大的人呢 可以把离合器拉杆 往前推一些 这是离合器拉杆位置的部分 而再来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是 你要感受一下 目前离合器的间隙是否正常 所谓的离合器间隙 是指当我们离合器 现在是放松的状况下 拉杆在拉这个离合器的 刚锁的这个位置呢 它是不是还是有一点间隙 而不是直直的一直被拉着 当离合器线在握把 是放松的状况下 如果它还是产生一个 很紧绷被拉着的力量 那有可能代表说 现在的状态 离合器是没有完全结合的 也就是说它还可能 被微微的拉开着 当引擎输出大马力的时候 离合器可能会产生 打滑的状况 而且这会让离合器的结合点 位于一个不正确的位置 轻轻的触碰拉杆 你会发现 钢索仍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那就是一个完美的离合器间隙 如果离合器间隙 过大的话 也就是当你要往后拉 拉很多离合器钢索 才会被拉紧 那么有可能你在拉 拉杆的状况之下 离合器是没有完全切开的 想要调整离合器间隙 我们可以透过离合器前面这个旋钮 现在间隙是小的 以目前这个间隙 如果我想要把它放大的话 那我把它往内转 大家看到 这边的间隙就会比较大 那我现在再把间隙调整回来 我把这个旋钮呢 开始往前转 调到一个我觉得是适当的位置 那就可以了 另外在右手油门的部分呢 你可以轻松的转动这个油门的握把 可以感受到 它是有一个间隙 才拉动油门线 而当我释放掉油门的时候呢 握把能不能迅速恢复到龟零的位置 在检查完离合器还有油门的间隙之后呢 再来就要让大家了解 我们起步的过程呢 其实就是一个离合器加上油门 交箱操作的过程 一开始啊 大家可能都会想到说 我们要先转下油门 放离合器 其实也可以先放一点离合器 再转下油门 操作的过程其实是可以做调整的 产生出来的效果也不太一样 例如当我油门转一点点 提升一点引擎转速的时候呢 我放一点离合器 那这样车辆会开始走 这个时候如果我离合器继续放掉 很快的它就会稍微往前弹射一下 那离合器完全放完之后 我可以再利用油门补下去来做加速 也可以说是我先完成离合器的释放 再用油门来让车辆持续加速 也可以是我油门转下去之后 先释放一半的离合器 维持在一半的位置 我持续加大油门的开度 再持续把离合器放掉 这有点像是说 我在离合器磨合的过程中 也就是所谓的半离合 我持续让动力做一个输出 那这样子可以让车辆 比较快速的起步 而不是等离合器完全结合之后 我再利用油门把车辆加速出去 如果我们从转速的观点来看 第一种的操作方式呢 我是让离合器在低转速的时候 先进行结合 再从低转速把车辆加速上去 第二种状况 比较像是我把转速拉高之后 在高转速维持一个离合器的持续结合 而且呢 结合的时候我再利用油门的加大 不让转速掉下来 完成结合之后呢 我利用比较中高的转速把车辆加速出去 这边还可以衍生出第三种状况 也就是我完全不使用油门 而我让离合器呢 轻轻的放之后 感受到离合器是有结合的 车辆也开始缓行 利用这个离合器的收放收放 让车辆是可以慢慢的前进 那这种状况通常就是在 例如说我们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你希望让车辆再慢慢的前进一点 都可以不操作油门 单靠离合器的接合一点 它可以带动车辆 或者说接合之后呢 我离合器再放多一点 速度就会走得比较快一些 总归来说 你要让车辆起步 你就是要操作油门 还要操作离合器 而油门及离合器的操作 其实是相互独立的 所以可以有不同的组合 产生出来的效果也是不同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实车上面 来操作给大家看 来到实车上 我们首先来试试看 不靠油门 只靠离合器的操作 让车辆来做起步 发动车辆 现在是抓着离合器的状况 也就是其实已经是入档了 那接下来呢 我稍微渐放离合器 渐放离合器的过程中呢 你会感受到车辆已经开始动了 这时候很多新手 就会直接把离合器继续放掉 而实际上你应该做的事情是 停在原地 停在手把这个离合器接合的点 感受到车辆是可以持续前进的 不要这么快把离合器就放掉 因为当你离合器突然放掉的时候呢 车辆会往前跳一下 然后熄火 再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目前离合器是全刷的状况下 当我开始释放到离合器的时候呢 感受到有一个点 车辆是开始移动了 这时候离合器还是维持在这个点哦 继续让车辆动 拉起来车辆又不动了 再释放 又开始动了再拉 反复的操作你可以感受到 去抓到那个离合器接合的点 再来呢 当我让它接合多一点的时候 车辆就会开始做动的比较快了 也就是过了那个初始的接合点之后呢 当我再多放也许10%到20% 那离合器的力量 其实就已经会蛮大的 在这一次的示范中呢 我利用离合器让它可以全放 让车辆是可以移动的 在这过程中我都不使用油门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效果 首先一样全抓离合器 渐放让车辆开始移动 这时候呢我还是维持离合器 车辆缓缓的越来越加速 这时候我离合器都不要继续放哦 再来离合器全放 让车辆可以正常的起步 在刚刚的练习呢 你已经可以感受到离合器的接合点 而且你可以维持在接合点 让车辆是可以持续的加速 当车辆已经累积到一定的速度 你这时候可以逐渐的把离合器全放 都不会熄火 车辆也可以继续的往前走 这时候你可以利用油门转下去 让车辆可以继续的加速 第二个我们想示范的是 当我带一点油门 再加上离合器的时候 那两边的操作搭配是怎么样呢 一样抓起离合器把车辆发动 以新手来说呢 你可能会需要先把油门转速拉高一点 大概在2000到3000转 已经比刚刚怠速 它能输出的动力已经多很多了 这时候呢 我再利用离合器放 这样的操作 我认为非常适合在红灯起步 也就是你希望有一个很和缓的起步 不是那种突然往前冲的起步 加一点油门 这个开度我认为大概只有10%而已 同时慢慢释放离合器 而且在我释放离合器的过程中呢 油门也不往下转 一样是维持在10%的状态下 这时候你就可以靠着左手去寻找离合器的接合点 让它继续磨着 这时候车辆其实可以做一个很和缓很平顺的起步了 我完成这个动作给大家看 首先我转下油门大概10% 让引擎转速呢维持在2000到3000转 这时候我开始释放离合器 找到磨合点 油门跟离合器都维持在同样位置喔 速度够快的时候放掉离合器 放掉离合器继续加油门 车辆就可以直接起步 第三个示范是当车辆在初始的移动过程中呢 我是持续把油门加大的 我们来看看会怎么样喔 首先一样抓起离合器入挡 这时候呢我先把转速提升一点点 放掉离合器磨合点 这时候油门是持续的往下转 在这样的操作之下 当我的离合器持续在接合 而我油门继续往下补的时候呢 转速会变比较高 同时你会感受到 接合的力量是比较大 也就是把你往前推的力量是比较大的 这时候你往前起步的速度呢 就会加速更多 第四个我要示范的就是 当你已经熟悉油门的操作 还有离合器的接合感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起步像是个老手 这就是关键啦 刚刚我们起步的时候 我只让引擎维持在两三千转 而这时候呢 我让引擎直接提升到五六千转 也就是我利用油门把转速提升到五六千转的时候呢 我顺势的放离合器 让它可以快速的起步 这感觉会比较像是引擎转速上来的瞬间呢 同时为操作离合器 让车辆可以快速的起步 会像是这样子 这样子的感觉比较像是我利用油门 把转速拉伸的同时 我就直接放离合器了 我不要让转速维持在高转的地方 而是我直接利用离合器呢 控制住我的转速 不要让转速过高 同时加深我的油门 继续放离合器 车辆可以快速的起步 当你能练到这个阶段 那你的起步呢 就像是个老手的起步了 接下来在今天最后的内容呢 要教大家如何在上坡的时候起步 很多人可能到山上骑车 当你车辆停下来的时候 刚好是停在斜坡上面 那怎么样在上坡上 做一个顺畅的起步呢 示范给大家看 我们现在呢 在大中华驾驱班里面的 这个上坡的地方啊 那上坡的问题在于说 现在我当然是有入档的状况下 所以车辆不会往后滑 但车辆现在也没有发动 当我要发动的时候 我必须要先抓离合器 所以这时候呢 你就会不管是用后刹车也好 前刹车也好 然后这是我拉离合器的时候呢 车辆就不会往后滑了 你要利用前刹车抓着 来做起步也可以 你要利用后刹车踩着 来做起步也是可以 你要前后同时都带着刹车来做起步 也是可以 但就物理上来说啊 踩着后刹车 它的支撑力道是比较强的 也就是当你地面是比较滑的状况下呢 你如果只用前刹车 有可能前轮会锁死 然后你整台车往后滑 但如果你踩的是后刹车的话 因为你的重心呢 往后坐 所以后刹车它可以提供 比较好的支撑力道 那这是跟路面湿滑有关 那如果是一般的不用路面呢 其实不管是前刹车或后刹车 绝对都支撑得住 你车辆往后滑的力量 所以这边呢 我会以踩着后刹车来做起步为主 所以我现在踩着后刹车 拉着离合器 先来发动引擎 很多新手会遇到的问题就是 你如何在踩着后刹车的状况下呢 同时起步 而且起步的力道 是要比一般在平地上来得更大的 这时候该怎么做呢 我的做法会是 我先把引擎转速提升一些 提升到两三千转 也就是大概10%的油门 接下来我放离合器 到接合点 这时候我发现引擎转速是有被拉低 可是车辆还没开始走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还踩着后刹车 但你可以明显感受到说 引擎是有在发力的 而且它是有开始在推动后轮 只是还是被我的后刹车踩着的关系 所以车辆没办法往前走 有感觉了 放掉刹车 就自然可以完成一个上坡起步了 再做一次给大家看 首先 我利用大概10%的油门 让转速呢 大概往上到2000至3000转 再来我放一点离合器 再接合点 感受到引擎转速是有被拉下来的 这时候我就可以慢慢放掉后刹车 同时加大油门 车辆就会往上走 脱离到这个上坡的阶段 这时候你再把离合器慢慢全放 就可以夹着油门 直接上坡起步了 所以重点在于上坡的时候 我先用后刹车来控制车辆 不要下滑 而在起步的过程中 我加一点油门放离合器 感受说现在车辆是要往前动的 已经是由车辆的动力来撑住车辆 而不是完全只靠刹车 这时候我就可以把刹车开始慢慢放掉 这时候呢 我再加大油门 车辆就会继续往前加速 可以完成在上坡的加速 煞车全放 离合器也开始放掉 这时候你就可以完成上坡起步了 今天的内容呢 就主要包含我们怎么样在 红绿灯 也就是平地的时候做起步 另外就是 当我们在上坡的状况下 怎么样配合的后刹车 来做一个上坡起步 在下一集的内容中呢 我要带大家来到山路上 如何在山路上完成 进弯还有出弯 不管是今天的课程内容 或者是说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呢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我是猫西藏 那我们下次的行程教室再见咯 拜拜